你怎么吃这么多,真是饭桶 您大老远的来就是为了把一个饭桶带回京城 来吧,算 我跟你说,太医已经告诉我了 说皇上不行了,叫我早准备 我觉得还是要防防王强为好 那你求求的不是好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准备 等啊,能对付他们 说,我需要你帮忙 你别以为你帮我表忙,我就办不成 我告诉你 你跟我回去不回去 我不能回去 那什么 寇准是被贬回峡谷的 要是没有皇上圣旨擅离职守 是要掉脑袋的 真的不用担心 我帮你关口颜值 再想你满意,满意了吧 不满意 为什么 你都吃完了,我吃什么 你怎么那么靠门 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 你从那就吃着了 赶快吃 吃完 跟我走 好 这是今天定量 你也完没完 可恶的 可恶的辽邦又发起了战争 我英勇的大宋将士奋起抵抗 一时间刀光剑影,却流成河 不不不 我听说 我听说可是因为杨柳狼的事 对啊 因为杨柳狼他远在云南生死不明 八王才来到了峡谷 你怎么会打仗 我 为什么 我还这么笨 他找不到杨柳狼了 他才想起了扣准 你怎么会打仗 可他老爷他不会打仗 可八王千岁他知道 他有一个会打仗的儿子不是 八王千岁一定是为我来的 真是千里寻英雄 李轻人一重 千岁你为啥不得韩人直说 猛子 你成吗 什么叫成妈 不成的话她八千岁 她会跑这么远到这来找我 她一定是这么想的 这寇猛武艺还没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可她有一颗精忠报国的赤胆中心不是 可是 可什么可 他一定这么想的 寇猛挂帅 先锋是谁 是白风 对你说对是白风 就这么定了 我们俩率领无敌之师 一路上过关斩将 直杀的辽兵血流成片 最后 什么太后 萧太后 对对对对 她踏在我的马前 扶手成臣 我大宋将士 大胜而还 我干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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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写字 那你就做做个文书 给他们写个那个券枪书啊什么 下个战表什么的 都给你管了 那老爷干嘛 老爷他留在城里 等咱们大胜的捷报 干什么 不行了 我等不及了 我得回去看看 他们商量怎么样 不不不 好 走走走走走 你别摸走 赶快跟我走 千岁 您说什么也没用 我在这儿过得挺踏实 哪儿也不想去 我要是命你去 微臣只听皇上的 你只听皇上的 好 那你听着 扣枕戒指 听见没有 戒指 扣枕戒指你没听见啊 叫我看看 不 不 跪下 臣扣枕戒指